我给你先介绍一下 这是回零 这是回零件 对 开始了 开始了 嗯 这个是手轮 就是用这个的话 它那个 如果把它打到XYZ 它这个 来旋转它的话 所以那边就会动 对吧 这是手轮模式 嗯 这个是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 嗯 直接按它那边就会动 是吧 嗯 然后这是按住它的同时按住它 这个快速一动 哦 就是这个是按它的话就是快速 对对 它的同时按住 是快速 嗯 然后这个是振动模式 就是让你 不管按多长时间 它就动了一点点 是吧 每一次就动 嗯 动一点点 然后这个MDR模式 是吧 只有在这个模式之下 这边的加工监控里面 加工监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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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然后MDR输入 才会可以输入 啊 如果我这没有选中 嗯 没有选中的话 我选中别的 你看这个就灰了 嗯 就没法选中了 就没法输入那些数值 嗯 嗯 嗯 就是MDR吗 实在 然后去选这个MDR输入就可以了 对对对 嗯 然后 然后MDR输入 我们可以输一些比较简单的指定 比如让它换到第十把刀 就是直接写个T10 嗯 然后 确认一下 确认 对确认一下 然后如果不放心 我打到手轮模拟模式 这个是手轮模拟 嗯 手轮模拟 然后我点这个是运行 运行 对 这个是暂停 暂停 对 这个是复位 啊 这边就全没了 啊 就没就相当于没执行这个程序 不执行了 啊 这个只是暂停了 但是停止了 这个是暂停止了 这个是开始了 那我现在是在MDR模式下 手轮模拟状态中 然后 摇手轮 它就开始 去环道 对去进行一个环道 这个运行的快慢 是跟你这个有关 跟你这个摇手轮的速度有关 你摇得快 它就走得快 嗯 啊 然后你如果我要是比较放心 它我就 直接把这个点掉 嗯 就自己运行的 这是去换第十百刀是吗 对啊 啊 然后 啊 然后等会我再给你单独那个换刀啊 然后 现在咱一开机先回零 嗯 这些就是XYZ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主要是这边 回零 一般那个机器不是零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是吧 嗯 对 对 那你刚才按的是XYZ的什么东西 嗯 我按了回零模式之后 它实际上是不动的 啊 我选择 我选择 Z轴 哦 Z轴 对 我选择 对 对 我选择 对 对 对 然后回零的时候咱不是有 有那么几个轴吗 有那个XYZ AB是吧 嗯 然后这只有XYZ 4 嗯 只有这个 也就是说那个AB轴是共用的 然后这个量的时候 咱去按这个4 它是上面这个 去回零 嗯 嗯 这是第四轴 对 这是第四轴 然后如果按这个 再按这个4 它那下面 宣染轴 对 那是宣染轴 哦 宣染轴回零 对 宣染轴回零 嗯 它可以同时进行 只要你先要切换一下 然后呢 别的按键 嗯 别的按键的话 嗯 就是那个 这些 嗯 这些的话是切换两边这个刀的 就是你说这一块 这一块吧 嗯 这四个 嗯 这四个 对 我现在先要进行一个操作 就是 嗯 要把这个这个落到一定位置啊 嗯 要把这个落到一定位置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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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落到四百五等会儿你看一下 嗯 嗯 我先把这个 这个 嗯 嗯 就是切换这个 上下的 啊 然后这个是 嗯 旋转的 嗯 嗯 这个是 那个左边第一个主轴上下 然后这边是左边第一个主轴旋转 对 嗯 嗯 这个是往下的 那边往下 啊 这个是上下 对 这个是右边的旋转 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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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 你看这样 如果我这样了之后 我再往上升的话 嗯 最终 看一下这个走票 看一下这个走票 我往上升 对 它升不动 嗯 必须要是那个 四百 必须要是四百五十 必须要是四百五十 嗯 那个 才能动 因为它有个保护 比如说 如果你刚回油安铃 你去转换这个 它转换不动 那不是不是问题 因为它在保护距离之内 嗯 嗯 然后其他按键 你先说按键 等会再去那些 嗯 嗯 其他按键还有 嗯 这是轴起轴停 这个是轴起 这轴起是轴停了 对 那你点一下这个 轴起 嗯 你先要看一下这里 嗯 先要看一下这里 它是第七把 嗯 第一至第八把 如果你按的话 是中间那个转 嗯 嗯 是中间那个转 然后关下就行 对 关下就可以了 关下就可以了 这轴停 对 就是在T1到T8之间 这个地方是控制中间 对 控制中间的 如果它是T9 10 11 12 是控制两边的 嗯 如果是T9T10的话 是左边转转 对 T11T12的话是右边转转 对 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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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